不要怕狗饿死 这种狗就要很下心去饿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 狗的生活条件比人还好 几十块一斤的狗粮不吃 牛肉不吃 莫非要给它吃人肉吗 这种挑食的狗只有一种方法 最简单有效 一学就会 先饿它三天 记住水不要断 然后给它一盆很差的狗粮 十秒钟之内没吃完的话 直接拿走再饿它一天 第二天再给它这款狗粮 狗它也是会吃烤的动物 连续四天不吃东西 已经饿得不行了 这时候95%以上的狗 都会疯狂开吃 再给它十秒钟时间 没吃完的话 不好意思直接拿走 第五天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喂它 99%的狗 这时候不要说是给它狗粮了 哪怕是给它一盆白米饭 它都会争先恐后的吃完 养狗的确是需要一点小技巧的 有的狗身体虚弱 食欲不振 毛色枯黄 眼睛泪痕很重 这时候及时给它补充一点维生素片 提升一下狗狗美丽 有的狗各种身体不舒服 喜欢到处拆家 也给它吃一点维生素片 就说这时候 自己剥考的 词必须 好 动 动